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言语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 相信有这种话辛苦的张伯芝也知足了 谢霆锋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疼爱的大儿子谢震轩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这个爸爸配不上张伯芝 在公众的印象中张伯芝才是被离婚的那一个 长期父爱的缺席让谢震轩说出这样的话倒是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事情还要从谢霆锋在某综艺上热爱王妃20年开始说起 20年谢震轩也不过才12岁 不管当年张伯芝是不是介入谢霆锋王妃爱情的第三者 但谢霆锋的这番话确实会刺痛他与张伯芝的大儿子谢震轩的心 所以才有了后面谢震轩接受港媒采访说 我跟弟弟很少能见到他 我生病 弟弟发烧 他都在忙工作 只有妈咪陪着我们 大概是觉得这些表达还不够明确 谢震轩还说 我不后悔他和我妈咪分开 他配不上我妈咪 而张伯芝似乎并没有在意长子指责父亲的这番言论 他照样国庆带着三个宝贝儿子出去日本度假 还意外远远地曝光了此前保护的很好的小儿子的长相 远远看样貌清秀 继承了张伯芝的高颜值 传说中张伯芝小儿子的父亲是新加坡某IT企业外籍高管Lio 并没有一同去度假 反而出现在某采访的画面中长相帅气 几个孩子当中输大儿子谢震轩和妈妈张伯芝感情最深 大约三岁的时候 张伯芝出来宣传电影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谢震轩一同在席 小小的她对记者哥哥姐姐们买生买气地说着 不要说我妈妈胖 她会不开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 谢震轩越长越像谢震峰 身高也几乎比肩张伯芝 她时常出现在妈妈身边陪伴左右 一家几口出游的照片里 谢震轩是能帮妈妈忙最多的那个 是个非常暖性的大男孩 除了懂事体贴以外 谢震轩还比同龄的男孩都要更坚强 打篮球润带拉伤 看医生做辅助治疗 医生也不喊疼 妈妈张伯芝看得直落泪 她却还是一脸倔强 不管张伯芝是不是有些网友指责的那样谎话精 在儿子的心中 她永远是最可爱的妈妈 如今 谢震轩已经是十几岁的小伙子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感情 再说这些年 谢震轩确实对儿子忽略了很多 看来谢震轩真的要多陪伴一下儿子了 张伯芝是一位单亲妈妈 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尽自己所能把自己的爱都给了孩子 不得不说 她是一位极其负责任并且坚强的好妈妈 在孩子父亲长期缺席的情况下 她并没有抱怨 而是接纳了一切 谢震轩的大儿子公开指责爸爸 张伯芝并没有在意大儿子去指责她的父亲 因为这是儿子真实的感受 她不想去否认儿子的感受 等儿子慢慢长大 也许会重新认识并接纳父亲的 这需要时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一胎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四一胎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器哦